美国空军预算多装备精良 其他国家还在用人命突破敌人防线时 美空军都不知道下了几轮炮弹与进行洗礼 其实利益水平火力军估计 美空军仅靠飞机坟场的库存 就能吊打大多数国家的空军部队 而最近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 在2023年美国航空航天大会上 首次披露了美空军战斗机部队的未来蓝图 表示美国空军正在推进一系列 用于争夺下一代制空权的作战系统 果然一步先步步先 美空军在现阶段无敌后 就开始追逐未来的发展 真无愧于第一的名头 据了解 美空军战斗机部队 未来将由1000架高度自主的先进无人机 200架NJAD战机和300架F35隐形战斗机组成 而NJAD就是我们一直提起的 美第六代隐形载人战斗机 按照计划 它将大致以一换一的方式 全面替代现役的F22猛亲隐形战斗机 NJAD的研发 美空军是发了狠的 他们不再着眼于欧洲和俄罗斯方向的需求 开发战斗机 而是首次将目光放到了太平洋作战上 进行了特别优化 并于2020年9月 搞出了一架NJAD全尺寸飞行演示器 最终以打破诸多记录的成绩完成了试飞 按照美空军的规划设想 每架NJAD和F35载人战斗机 都将配备两架无人自主作战飞机 因此后者才需要1000架 而且新研制的无人作战飞机 从设计之初就被要求 具备与载人战机协同作战的能力 它就向载人战机的守卫者 专门去完成一些侦察攻击的高危任务 从而降低飞行员面临的风险 当然这种无人作战飞机 除了配合NJAD和F35战斗机作战之外 也可以与其他非隐形战斗机 空中加油机和运输机进行联合行动 以大幅提升后者的生存能力 或是在未来与新一代B21隐形轰炸机 进行配合作战 来发挥后者的超远航程特性 可以说美空军对高度自主的 无人作战飞机寄予厚望 仅是设想中的1000架无人机 在规模上就已经超过了 美空军现役A10 F22和F15E战机的总和 相当于美军死神武装无人机数量的三倍 知道为什么美空军要大力发展无人作战飞机吗 还不是因为它的成本要比有人驾驶飞机低得多 要知道NJAD战斗机项目 极有可能是美历史上最昂贵的战斗机项目 一架第六代战斗机的单价将高达数亿美元 即便是有钱的美空军 如果未来继续只购买F35A F15EX和NJAD等有人驾驶飞机 恐怕也负担不起 值得注意的是肯德尔部长这次提出的无人作战飞机的性质 十分接近此前的忠诚辽机概念 即无人机是作为有人驾驶飞机的补充 在后者操纵下作战 目前美空军正在推动多个自主无人机项目 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空战计划项目 去年12月 DARPA便宣布成功用AI控制了一架改装的F16战斗机 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17小时的起飞降落和战斗演习 又或是澳大利亚与波音公司联合研制的MQ-28幽灵蝙蝠无人机项目 终点拓展了有人无人协同的作战概念 但无论是哪个研发项目 这里面都牵扯到一个新领域的作战 电磁频谱战 在美国空军装备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得到大幅升级后 电磁频谱就成了破除战争迷雾的关键要素 尤其是在争夺现代战场的战略优势中 美军推出的电磁频谱战 便是为了破解目标对手日益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制能力 这对在未来信息战场上 预敌制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那什么是电磁频谱战呢 首先我们要认清概念内核 电磁空间 电磁空间是现代战争的作战概念 和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对抗心域 作为自然空间的组成部分 它是由电磁波构成的物理空间 涵盖一寸于电磁频谱的各类传感器 通信和武器系统 及其产生的电磁波、信息流等相关信息活动 而随着移动通信和传感技术的商业可用性越来越强 电磁空间的频谱资源日益呈现拥挤、竞争、对抗的典型特征 军用电磁频谱面临不断被侵蚀的残酷现实 所以电磁频谱战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成电子对抗战的延伸 是发生在电磁空间并依赖电磁空间能力的对抗行动 它与多域战、马赛克战、分布式作战、风群作战等概念紧密衔接 各道战场上就是指挥通信、侦察、火力打击等之间的对抗 目的是限制或剥夺敌方有效使用电磁频谱 比如在多域作战和风群作战概念下 美军推出的小精灵电磁战无人机项目 旨在开发小型化、网络化、集群作战侦察与电子战无人机 可由C130运输机携带至防区外发射 这种可回收重复使用的无人机 利用网络化集群特征压制敌方导弹防御系统 切断敌方通信乃至向数据网络注入恶意代码等 所以电磁频谱战能有如今日益凸显的战略地位 美军绝对功不可没 是他们打通了电磁频谱战 从战略认知向实战应用的衔接通道 基本上从进入21世纪后 美军便开始了电磁频谱战认知对抗的军事行动 如09年美战略司令部推出电磁频谱战争早期概念 10年便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 12年美海军提出电磁机动战概念 13年美空军提出频谱战 15年首次提出以电磁频谱战代替电子战 到了17年美陆军成立第一战场网电战小组 作为独立电磁频谱战分队 总之电磁频谱战作为应对信息网络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军事新挑战的作战理念 已经提出就成为美军战斗力发展的新方向 美国国防部通过颁布国家战略与军队条令 集成作战力量与机构 研发信心系统与装备技术等措施 将这种新作战概念全为推向了战场 当今的美空军在投入战斗时 依旧使用老一套的战术武器组合 第五代战机使用为第四代战机设计的武器 存在先进战机与战术武器弹药不相匹配的问题 若是五代美国空军能搭配上五代弹药 其实力绝对可以在持续领先百年 而目前这种战机和弹药不相匹配的状况往上翻 可以追溯到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 尤其是自沙漠风暴行动以来 敌人的防空能力变得更加强大 再加上对手新的拦截武器数量迅速增加 使得在打击防御最严密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 因此美空军急需新一代精确武器 用以增强现代打击能力和威慑潜在的对手 为此美空军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蒂凯利 在2021年10月提出了 我们需要第五代武器来搭配我们的第五代空军的口号 并将其列为它的五大优先事项之一 他觉得能够从现代隐形飞机的所有能力中 提取最大效果的新弹药 而事实上 近些年美空军一直都有对新一代武器的研发 但并不会是所有的项目研发 最终都会被投入生产使用 据悉美空军目前正在研发的第五代武器大概有10种 可以分为空空导弹 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对地攻击武器三大类 其中空空导弹有细分五小类 分别为AM-260联合先进战术导弹 远程交战武器 模块化先进导弹 油损 以及CODA导弹 据了解 AM-260这种雷达制导的混战导弹 在技术定位上被定义为一种赶超PL-15型中远程空对空导弹的 且作为AM-120D型空对空导弹的换代产品 但具体的设计构型尚不清楚 只能通过该弹可以被F22A和F35A携带这一描述 基本判断出 其尺寸将与早期的AM-120导弹大小相同 只是射程要远得多 旨在恢复美战机先发制人的优势 而高超音速导弹则可以分为 ATM-183A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和高超音速攻击巡航导弹 前者 ARRW是美国空军大型快速的高超音速导弹 这种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 旨在打击高价值或机动目标 B-52就可以在其溢架上携带四枚ARRW 后者雷声公司在2022年9月赢得了HACM的竞争 其初始作战能力预计在2027年左右实现 该导弹是一种对地攻击武器 使用吸气式超燃冲压发动机 体积小到足以在战斗机上携带 可能装备F15EX战机上 第三大类的对地攻击武器则细分为 备用攻击武器 远程攻击武器 以及全球精确攻击武器 SIAW合同被授予给了L3 HARIS 洛马和诺格公司三家公司一同生产 这种武器旨在压制和摧毁敌人的防空力量 从而取代掉自20世纪80年代 开始使用的高速反辐射导弹 SOAW美空军于2022年9月正式宣布竞标 虽没有披露其射程 但它可能作为低成本的远程武器 目的是用来填补AGM-158增程型和反舰型空缺的 至于GPAW则很可能是GDAM的继任者 数量要大且价格便宜 专门用来打击水面目标 以及坚固的或埋身的目标 尽管目前美军对第五弹武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 但它们共有的特点已经显现了出来 如速度更快 难以被探测 拦截 射程更远 先下手为强 结构更紧凑 通过微型电子设备和新型推进方法 增加每架飞机可以携带的武器数量 模块化设计可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同时提高制造灵活性 开放式架构 可以更容易的创建各种打击选项 随着美空军未来蓝图的公布 这种更小型 自由搭配打击选项的武器将至关重要 而且模块化设计还为增加更多武器元件的竞争提供了机会 可能会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 从而扩大工业基础 增加在危机中激增生产的能力 最后NGAD战机的研发是基于太平洋上作战进行特别优化的 加上未来美国空军有可能会在太平洋上作战 所以他们对当前弹药库的武器升级和容量储备尤为担忧 有多名美军高层都呼吁加大弹药投资和弹药储备 而一些防区外武器的单价为200万美元 空机高超声速武器单价高达1400万美元 陆机或海机高超声速导弹单价预计4000万至5000万美元 这些高成本导弹可能适用于高价值时间敏感的目标 但不能成为战役的主要手段 所以如何进行合理的武器组合和增加弹药库存就变得尤为重要 美空军现役战机数量就已经秒杀了一众国家 而若是实现了美空军战斗机部队的未来蓝图 200NGAD 300架F35和1000架先进无人机 不仅战机数量增加 性能也将提高 再配合上第五代装备弹药 甚至是第六代弹药 那理论上能单挑全世界空军的美空军就将成为现实 继续引领世界空军的潮流 好了 美空军的强大 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战斗机部队蓝图 争夺下一代制空权的作战系统 还是第五代装备弹药 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